郡主 郡主的身体可好些了 那日上廊寿山染上风寒 难为郡主 一边赶路 一边养病 我的身体已经好多了 温燕 烦请通报伯王 我有事禀奏 郡主请稍候 伯王殿下 正在接见宝纳公主派来的武士 快要到边界了 为何宝纳 此时还派人过来 郡主 请 这边呢 我还不认为 我还不认为 这边都是 我还不认为 公主 我还不认为 你还不认为 我还不认为 我还不认为 你还不认为 小子 回这禀报公主 我会拿着令牌 一日单独赴约 到拂虎林一序 是不枉殿下 笑得告退 听说郡主病了 本王未曾去探望郡主 郡主不会怪罪本王吧 殿下公务繁忙 摘星不敢奢望 让殿下分心关切 那就好 郡主曾经看过 宝纳公主写的亲笔信吧 可否告诉本王 此信 是她亲笔所书吗 宝纳公主 写汉字的手法特殊 这封信 的确像是宝纳公主所写 曾听闻拂虎林 是他们的围猎圣地 外人不得进入 想来是宝纳公主 难忘情于伯王 所以才约伯王 单独赴约 郡主早点对本王死心 也就不会在意 那些风流运势 摘星正有此意 这段日子以来 我一直想着 如何让殿下开心 无微不至的关心 并非是殿下想要的 奎州城县武祝福 也非是殿下想要的 而殿下真正想要的 是摘星给不了的自由 这红线既为祝福 便应该心系你我之间 而非只有我一个人在乎 自欺欺人地认为 只要把它重新接上 伯王殿下 便可以对我回心转意 郡主现在人情 也为时不晚 晚了 若是在一开始 我便拒绝陛下的赐婚 那么伯王殿下 就无需与一个不爱的女人 相守一生 既然殿下 想让我们的赐婚有名无实 摘星谨遵亡命 殿下不想让我跟随此行 摘星谨遵亡命 即刻启程回奎州城 殿下想要摘星对你了却真情 在世人面前做一对假面夫妻 摘星谨遵亡命 在奎州城发生的一切 摘星不会禀奏陛下 陛下也不会责怪于殿下 你做得非常好 这些 便是本王想要的 摘星终于做对了一件事 得到了殿下的赞赏 摘星告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